系纸南港间的台铁地下化工程完工后 旧铁道平面路段都成为了自行车道和机车道 虽然改成车道很便明 但未在大同路的机车道入口 却时常发生查转车祸 今天下午立委黄公昌办公室就邀请了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各方都希望找出改善方案 借此减少车祸意外 系纸与南港间的台铁地下化后 许多台北往系纸方向的机车都会改走旧铁道改建的平面机车道 但因为大同路的车道口没有耗制 而发生过多次的机车擦撞车祸 17号下午立委黄国昌服务处就邀请了交通局等各相关单位人员 来到现场进行了会刊 像这个切口 你如果从这边过你就可以看到 很多那个机车就已经已经废弃在这边 就常常在这边发生车祸的一些机车已经废弃在这边 所以说今天这个这个切口如果做改善的话 从这边出路的话 你照以前如果说走大同路 机车走大同路上去的话 才不至于说发生这些危险的机车擦撞 从大同路骑进车道的机车 通常车速都很快 也因此意外频传 加上还有自行车道汇流 让这几个平景点显向还生 交通局人员现场了解后 也还没有立即定论出解决的办法 那最主要今天我们是跟研议所这边有做一个研讨 就是说看旧铁路这一条 能不能从新台五线直接拉下来 直接过台北市 还是直接接环东这边 我们正在跟大家研议这个会看 立委黄国超服务处建议将这条便利的机车道 直接延伸连通至台北市 机车就不用在大同路口 这里汇入造成安全上的问题 但因为可能还另外需要征收民宅或土地而所费不资 所以也将等后续再继续讨论出改善方法 好让这个变道更加安全 记者李一帆细致采访报道